接下来要为大家演奏的曲目 是舒曼的三首幻想小品 舒曼生于1810年的德国 是一位非常著名的 浪漫乐派作曲家 吉刚琴家 舒曼从小对于文学与音乐 都非常有兴趣 而他的艺术歌曲 就是结合文学与自己的音乐创作 虽然他的弃乐作品 不像声乐作品有诗词的部分 但他的音乐被认为 有种独特的文学气息 因此舒曼也被称之为音乐诗人 这三首幻想小品 创作于1849年 当时的德国 延续了前一年三月革命 造成的政治动荡 周遭的国家 也处于一种不安的氛围 但1849年 却是舒曼形容为 创作最为丰收的一年 他的太太克拉拉 也在日记中写道 外界的不安 反而激发他以不同以往的方式创作 来呈现他内心的诗意 这首最初写给钢琴 及树笛的作品一出版 就受到德国民众的喜爱 在第一份印刷谱中 舒曼在标题的页面 加注了小提琴 或是大提琴 也可以演奏 克拉拉就曾在家庭聚会上 演奏钢琴 与小提琴的版本 后来也因为作品大受欢迎 陆续被改成其他二重奏的组合来演奏 另外也有四首联坛 及钢琴独奏的版本 常住在纽约的画家 Karen Kepke 就是在聆听舒曼的幻想小品后 创作出这幅作品 最初这是两位不同领域 艺术家的跨界合作 一位是Alan Moverman 她是一位纽约芭蕾舞团的钢琴家 一位是Karen Kepke 我们今天合作的画家 当初她们在讨论合作的时候 Alan将一些音乐介绍给Karen 当作她绘画的灵感 Karen在听了这些音乐之后 创作出以人生不同阶段 为主题的一系列画作 这幅以双人舞 呼应舒曼二重作的作品 就是这一系列画作的其中一幅 Karen具有先前我们说连绝的天赋 这些作品 Karen都是先感受到音乐 带给她的空间感 颜色和形体则是随着音乐慢慢浮现 而她通常用抽象的肢体动作 来表达她感受到的音乐情绪 接下来我们就以钢琴 与小提琴二重作组合 来演奏舒曼三首幻想小品 呼应Karen以双人舞为构思的画作 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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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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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唱哲否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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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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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